二十一U世界杯棒球錦標賽十二號大會的休賓日讓各隊喘口氣 總教練郭麗健夫透露雖然沒有比賽 但年輕的小將們很自動自發 一點都不需要他擔心 球員嚴格的自我要求讓教練團放心不少 估計教練也透露 比賽拿下了五連勝 可以感覺到球員的信心明顯提升 不過他認為這是好事也是壞事 因為連勝的階段容易忽略到小缺點 因此週四迎接代主軍團 丁寧球員確實的執行戰術是最重要的工作 周四交手澳洲 中華隊預計推派宋家豪先發 他在開幕戰面對墨西哥 駐頭五局 僅僅被彙出兩制的安打 沒有十分表現穩健 國里教練 除了對宋家豪很有信心 更笑說第一次執掌國家隊 賓搜的他也慢慢的更是壓力 中華隊在奉散依序交手澳洲 尼加拉瓜 以及日本 國里教練透露 如果前兩場都贏 確定晉級的話 不排除把王牌S郭峻黎壓到最後才上 改由Tiger黃子鵬在週六登板 不過他強調這都只是教練團的想法 面對澳洲先想辦法贏球 才是最重要的任務 來自訊郭定堯 黃花君採訪報導